明嘴吳子佳收傳票 因為日前他爆料 沈慧紅球官被告誹謗 當天一起在臺上的高鴻安 也高分貝嗆死法 近期我所提告的案件 到現在也還沒有看到 地檢署有任何的動作 可不可以也比照沈慧紅 用同樣的效率來審理 不要讓大家覺得司法 只是打擊異己的工具 也希望政治的黑手 不要伸進司法 影響司法的判決或進程 我們已經感覺到 國家機器動起來 我們的司法檢調 成為執政者的英卷 當成打擊異己的工具 國民黨選台北市的蔣萬安 和民眾黨選新竹市的高鴻安 兩人一口同聲 就在台北新竹 藍白棄保交換說發酵之際 難免讓人留下想像空間 柯文哲市長散布謠言 是不爭的事實 蔣萬安身為一個律師 卻檢討被害人 那護航吳子嘉 這實在讓我非常的不解 那整個是不是 就整個是坐實了藍白盒 為了政治利益而做這樣的一個交換 我們應該尊重檢察官的專業判斷 新竹地檢署發出聲明 強調一切符合法律規定 要外界留給辦案人員 純淨辦案空間 選情激烈的新竹市 還上演網路大戰 臉書封面以手繪畫出 全家福的鬥歌日常 其實就是先前大戰新竹政績 被挺高鴻安網友 出征到官版的新竹媽媽 重開帳號的她 無奈表示 之前用真名寫臉書 被肉搜到官臉書 現在用綽號寫臉書 又被說是匿名帳號 但她強調自己會堅強 讓沈慧鴻看得很不捨 她是新竹媽媽 也是堅強的台灣媽媽 所有的支持者 大家應該理性而且理智 選戰進入最後階段 支持者四處出征 恐怕對選將難以加分 好 剛才講到這個吳子佳 我現在卡在關西 我們稍微時間軸 再來幫大家順一下 吳子佳 她是在10月1號的時候 爆料沈慧鴻 曾向柯文哲求官 後來這個沈慧鴻 柯文哲兩個人都有出來講 其實連柯文哲都自己有證明說 她其實是有去挖繳沈慧鴻的 後來沈慧鴻駁斥 10月3號那一天 沈慧鴻就派人去按鈴提告了 10月3號沈慧鴻提告 接下來地檢署在10月6號發出了傳票 這就讓吳子佳大做文章啦 吳子佳就說我老四人 也收過傳票 收這麼快的 效率第一名 三天內就收到 沒有想到蔣萬安反應有夠快的 瑞德哥 蔣萬安過去人家都說 他很多事情都要愣了好幾秒 沒有想到吳子佳這個事情 一跳出來一跳出來跳很快喔 他說我們感覺到國家機器動起來 司法檢調成為執政者的鷹犬 當成是打擊異己的工具 哇居然跳出來幫吳子佳聲援 瑞德哥 我覺得蔣萬安這樣講 那麼對全國絕大部分的司法人員 是非常大的羞辱 為什麼呢 你把全國的這些司法人員 檢察官檢查事務官 然後還有包括法官跟相關的事務官等等 還有書記官 這全部都打成的 那麼政治的鷹犬是這個樣子嗎 如果這樣的話 那麼照理來講誰執政 那麼這個執政黨就不會有人去搜索 不會有人被判刑才對嘛 那麼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很簡單 那麼針對重大的案件進行一個這個速審 或者是火速這個進行一個傳訊 那在過去有沒有發生過 有2015年的時候 請問2015年誰當總統 馬英九當總統吧 2016年才政黨輪替嘛 馬英九當總統的時候 那時候中國國民黨的主席朱立倫 發生了一件事 還記得嗎 換柱事件 柱柱姐紅袖都被換掉 有人舉花涉及 是不是有可能有涉及所謂的搓圓仔湯 所以那時候 那麼特診組火速傳訊 火速傳訊朱立倫相關的人等 那立刻進行一個偵查偵辦的一個工作 那麼最後還相關人等 清白沒有收鴨湯嘛 為什麼 因為針對社會矚目的重大案件 你不能慢慢拖 那麼這次為什麼會傳訊動作這麼快 因為你乾燥 這個不是一般的所謂的 那麼相關的黃愛名譽的案件 這個是也不是一般的所謂 違反選辦法意圖使人不當選 因為再過五十幾天 馬上要選舉了 這個案件對這個民進黨所提名的 西竹市的候選人 沈慧鴻影響太大 污辱太深 他會影響到整個選情 而你保了半天是烏龍一場 所以呢 那麼在新竹地連署的這個 站在他的這個立場上面呢 正對社會矚目之重大行案 當然要必須火速去辦 各位只有這樣而已嗎 中國國民黨執政期間 曾經對一個陽性的這個殺人犯 那麼在三月二十幾號發生 那麼直接在五月二十一號 就直接把他二審就把他判死刑 那麼總共只有二十幾天 那除此之外 還曾經針對台北市很有名的 博愛營樓 博愛營樓的這個搶劫殺人 三個嫌犯殺了這個店主人 然後去搶劫 這個更創下十二天又八個小時 就直接槍決 你知道嗎 速審速決 中國國民黨的執政時期 類似這樣的一個傳喚 火速傳訓 火速判刑 火速執行 火速槍決 這種案件 那麼竹範不及備載 所以在過去這並不是特例 尤其是政治的案件 因為政治的案件 他影響非常大 所以我會奉勸這個蔣萬安 你用這麼重的這個語氣 你不是在修錄這個新竹地檢署而已 你把全國所有的地檢署 全部修錄到裡面 現在的檢查總長型態招 當年在高雄地檢署 當檢查長的時候 抓匯選 抓到全國文明 你知道嗎 抓到震動 當時這個執政的這個相關的 這個國民黨的高層 最後邢泰昭 他的這個身官之路 非常的坎坷 對不對 那這些怎麼說 所以事實上有很多有骨氣 有很多這個有自己獨立宣判 我自己常常打很多的官司 所以事實上很多的法官是非常有骨氣的 而且非常獨立的 我想坦白不分男不分這個男女都一樣 很多好法官 新北新北地方法院很多民事庭的女法官也是很棒 你知道嗎 所以你不能一句話就抹殺所有人的動作 而且你不去追追查這個吳子嘉 這個相關的部分他到底說的是真是假 還是被人家騙了 你卻去說他傳喚動作為什麼那麼快 你這個不是倒嬰為果嗎 你在那邊說變成這個國家機器動員 變成政府的嬰犬 各位前一次講國家機器動員是誰 是誰不是兩年多以前 那麼這幾天開始出來活躍的中國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 韓國瑜嗎 是啊 他不是在當年在記者的全國媒體說他的車子被動手腳 國家機器動員 當時還有兩個中國國民黨的男女議員 言之著著跳出來說 看過相關東西出來啊 你是觀錄音看到嗎 對不對 東西在哪裡 然後最後更好玩 這是不了了之類 我覺得本來還覺得那麼泛南名嘴謝寒冰至少有一點骨氣 他公開出來要求韓國瑜說清楚講明白 聽說韓國瑜一通電話打給他以後 謝寒冰說不能公布 我不知道為什麼不能公布 你們為什麼要對民進黨情治單位這麼好 如果是他們幹的 如果是情治單位幹的 如果是民進黨幹的 該扮誰就扮誰 你知道嗎 如果不是的話 我問你 你為什麼要對他們那麼好 你為什麼對民進黨這樣以後 如果不是民進黨的話 公開出來道歉 公開出來就共用國家機器 沒有證據胡說八道 然後甚至於侮辱別人 抹黑別人出來道歉 請問他們有嗎 沒有啊 這一次動用國家機器 拜託 黑文就經常這樣說 對不對 高峰安 包括這個等於現在連這個蔣安安都在講 什麼叫做動用國家機器 你有沒有任何的證據 你沒有任何的證據 人家辦案件比較快一點 就動用國家機器 那怎麼樣 辦案件慢一點再發傳票 等到選完再發傳票說司法太多 你知道嗎 那到底怎麼樣 我告訴你 司法跟警察機關一樣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沒有什麼藍綠之分 那麼我們現在應該去深究的是 那一天高峰安在現場的 那一場吳子嘉辦的 董事長開獎的過程當中 為什麼吳子嘉會用根本沒有發生的事情 去污衊那麼所謂的沈蕙宏邱官 是誰告訴他的 然後電話最好玩的是 那麼臺北市長柯文哲證實說有接到電話 不過不是吳子嘉打的 是黃偉翰的電話 他跟黃偉翰對話 結果是在車上 在車上用擴音器大家都聽得到 而且他也知道旁邊就是吳子嘉 吳子嘉 因為他對吳子嘉了解 難道不會知道吳子嘉會把事情講出來嗎 所以呢事實上呢 柯文哲講了什麼 所以禮拜五 那麼吳子嘉傳訓到新竹地檢署應訓了以後呢 我相信新竹地檢署檢查官 一定會也一定要傳訓重要重要的證人 台北市長柯文哲 偽證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然後呢 不知道他到底講了什麼 而且據吳子嘉說 是因為台北市政府啊 那麼他受人之託 忠人之誓 受誰之託 誰告訴他沈惠宏去求官 事實上根本都沒有 完全沒有這回事 你污蔑別人啊 那我相信吳子嘉不是故意的 是有人要利用吳子嘉 那誰故意去講這假的東西嗎 這才是這件官司 我們應該要一十一二十二 是非黑白要分到底 這才是做一個 真正想要做一個台北市長 應該有的態度嘛 對這個講完到現在 是不是有點搞不清楚重點 這個實習節怎麼看 因為其實今天新竹地檢署也發聲明了 其實所有一切的這個規矩 一切的時程都是合乎法律規範的 那蔣萬安在這個時機點 欸跳出來替這個吳子嘉講話 也難怪沈惠宏會這樣聯想啊 沈惠宏就說 這個柯文哲散佈謠言是不爭的事實 蔣萬安律師出身欸 你居然去檢討被害人 護航吳子嘉 那這不就是坐實藍白河嗎 是不是呢私底下有什麼政治利益 所以呢才會促使蔣萬安出來攻擊寬委 石七姐怎麼看 這個事件吳子嘉自己都已經有證詞了 他說他是被柯文哲給匡騙了 被賣了啦被賣了 然後呢 所以這個律師費柯文哲要幫我出 這個人他造謠他釋放假訊息 而且他自己還招任 所以人證口證物證俱在的狀況底下 所以檢察官不能發傳票 你都已經自己講了 那檢察官還得要限制檢察官說 那請問你幾天之內發傳票 你才覺得啊覺得OK呢 愛歸崗 對要幾天幾天你才可以接受 莫名其妙 從頭到尾都是你一個人在講的 你自己也承認啊 這是一個錯假訊息 那為什麼不能辦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蔣萬安幫這個 這個吳子嘉講話 其實我覺得那個問題是在於 蔣萬安其實沒有什麼辨別能力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現在他只有一招 是這個招不管是藍營或者是白營 他們只有這個招 就是說啊國家機器在打壓我啊 這個民進黨全黨打我一人 就直接扣帽子最快了 對對對 因為他只要拿一個更高層次的 政治手段的陰謀 柯文哲也這樣打嘛 所以不管是藍的或者白的都用同一招 所以他只要拿一個高層次的 政治的這樣子的帽子扣上來之後 你下面的細節就不會進入討論 你就沒有辦法去分辨哪一個事情 真相是如何事實是如何嗎 因為他只要說啊這個是政治打壓 哦好可怕哦 這個都是民進黨的陰謀啦等等的 他就可以不用進入細節 因為只要進入細節他就無法解釋 所以蔣萬安的招數就是這樣 就是蔣萬安從頭到尾的競選招數 就是民進黨欺負我 民進黨打壓我 國家機器動起來 我已經感受到國家機器的力量了 譬如說他的深蹲政策 受到大家的這個質疑的時候 第一反應是什麼 陳時中攻擊我 嗯 陳時中什麼時候攻擊你 你自己說的啊 你現在不然會講的 被笑是網友在笑你的 你看他的反應是自視的 所以我覺得啦就是說 看選舉看到現在就是 讓人覺得真的只能叛氣 可不可以稍聚水準一點 而不要用這種老招數 坦白說我覺得這些招數 都是復古型的 都是很很古代的招數 打出來一點心意都沒有 嗯 好那所以藍跟白適不適合呢 不只是蔣萬安 還有盧秀燕啊 是啊 那新竹是一個最典型的地方嘛 因為他也是撒嘎都嘛 國民黨提名的林根仁 他也曾經是才一個多月前 他民調是第一名 第一名那現在怎麼辦呢 現在就被告洪安整個吸走 他現在變成第三名 那他變第三名之後呢 有沒有人珍惜他 有沒有人關懷他 有沒有人去呵護他 黨主席沒有 盧秀燕沒有 因為黨主席在林根仁的競選總部成立大會上面 幫高洪安講話 然後呢這個盧秀燕 前一天跟林根仁見了面之後 隔天哇跑去接待了高洪安 而且全場從頭到尾 兩個人這個還穿著姐妹裝 所以這些這些動作都看得出來 林根仁就是擺明了被欺負 他受盡委屈 蠻可憐的 對很可憐他就是黨提名的人 可是完全沒有受到應該有的對待 別人都可以不顧黨紀的幫我的政敵去 去輔選去講話 現在連蔣灣也 也進來 蔣灣也跳下去這一局了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對不起林根仁啦 林根仁你就應該去跟黨的考計會申訴啦 說這些人都違反黨紀啦 就是哪有人家自己的大母雞盧秀燕跑去那邊接待這個高洪安 然後還要找一堆藉口 其實你盧秀燕這種政治老鳥 你怎麼會不知道政治該有的分跡 你在選前你當然應該避嫌嘛 否則立法院113個立委是每一個去你都這樣接待嗎 對啊林靖怡若去要一起穿姐妹裝嗎 盧秀燕要跟他手牽手嗎 對啊隨便誰去你都要這樣子接待嗎 你先等一下講話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現在其實根本就已經有默契的放棄林根仁 只有誰只有韓國瑜還幫他拍了一個一個錄影帶 所以我覺得林根仁給他一個建議 就是除了去跟考計會申訴之外 第二個就是說你唯一的服務剩下韓國瑜了啦 好好的緊抓他啦 不只是拍錄影帶啦 最好他的本人的身體也要出現了 本尊要獻身啦 這樣才有八點檔可以看啦 對啦 大部分小孩在打架啦 這是韓國瑜的名言啦 所以現在看起來高 這個新竹的高翁安跟林根仁對國民黨來說 大部分小孩在打架 很好看啦 趕快去幫一下黨提名的林根仁啦 喔這個真的很精采喔 這個紫哲哥不用歡樂 待會兒一定流時間給你說 我先請教一下盛文 這個蔣萬安自己的選情 大家剛才在分析民調都覺得 他這個也不是瘟疫啊自身難保 居然還有空去幫這個吳子嘉講話 那吳子嘉過去他這個在一場董事長開獎的活動 他其實就是在幫高鴻安嘛 那一場大家看起來很像是高鴻安的造勢大會 所以蔣萬安卻挺吳子嘉 有一種也在助攻高鴻安的感覺 再加上剛才十七姐講的 盧秀燕這個上個週末跟高鴻安喔 兩個人還有這個手牽手啊 手挽著手 然後穿姐妹裝 所以在在的跡象都顯示 是不是藍白河的痕跡越來越深了啊 盛文 首先我想要說的是 吳子嘉前輩他是這個所謂的媒體界的 算是很大的很資深的前輩啊 那身為一位前輩呢 那你爆料任何事情之前 你應該要做事先的查證 那你今天沒有做查證 就把事情爆料出去 這當然對候選人的傷害非常大 那這樣的行為我覺得也是非常的不可取啊 那回鍋頭我們來聊到說 吳子嘉他是怎麼說 他是說這個沈慧紅啊去找柯文哲去求官 那這件事情呢是誰跟他說的 是柯文哲跟他說的 那說完之後柯文哲的回應是什麼 他說啊是欸 我來去挖腳沈慧紅並不是他來求官 所以我會發現三方都在各說各話 那我也不會去幫任何一方講話 因為現在已經進入到司法程序 司法程序就是我們民眾 我們國人會應有的權利 當我們覺得被抹黑啊 或是受到什麼委屈 我們可以提告這是我們的權利 那我們現在也等待 他這個司法程序最後的判決結果 結果還被國民黨批評說是國家機器 我覺得真的實在是太莫名其妙了 這件事情進展的越快 其實不管是對吳子嘉一號 或柯文哲沈慧紅 其實對三方來說都是好的 因為可以證實他們去講的話 到底誰是說真的誰是說假的 那回過頭看到這個蔣萬安 其實會發現他打選戰 這個新竹的事情跟他沒有相干 他在選台北市的市長 他怎麼還會來參戰 現在國民黨我覺得他們已經運用這種最簡單的方式在打選戰 也就是說不研究政策 因為其實研究政策要花了很多時間 也包括團隊 你跑完行程之後可能要運用半夜的時間 來和大家討論說那今天遇到了誰啊 或者是有人跟我反映了什麼政策 那可以做出更多改進 他們並沒有去做打這個很深入的政策戰 他們反而是不斷的在批評其他的政黨 批評民進黨批評民眾黨 然後現在連新竹都要批評了 其實有一些長輩有跟我分享 他說打選戰就跟打贏一場戰役一樣 那你每天呢 就是不斷的圍繞著別人在賺 就是加入別人戰場 因為你今天批評任何事情 就是加入戰場 那你沒有開創戰場的能力呢 就會沒有優勢 因為你開創戰場 你熟悉這個地形 所以你有辦法會有更多優勢 去打贏這場選戰這個策略 那你每天都加入別人的話 後到戰場的人啊 往往都沒有優勢 那結果沒想到蔣萬他真的 現在最需要改進就是他要趕快提出政策 那不應該要在抹黑的方式來去打選戰 其實抹黑對於政治人物來說 真的是非常傷 因為往往被抹黑 人家是用一句一句的時間 搞不好十秒鐘而已 但是我要花很多時間來跟大家解釋 然後進入到司法程序 搞不好判決結束過後選舉都選完了 在這過程當中其實對候選人來說 非常的傷 所以要呼籲各政黨 現在的選戰也只剩下四十幾天了 那我們趕快把這些政策提出來 然後互相辯論 那給民眾一個更好的未來跟藍圖 我覺得這才是打選戰政道 也呼籲大家不要這樣抹黑的方式來去打選戰 選戰當中當然會有這個各方的攻防啦 不過呢其實有一些核中聯盟的策略 其實大家現在也都在猜 那他在猜說是不是台北跟新竹 這個國民黨跟民眾黨之間 到底有沒有藍白河 有沒有所謂的安安互保 蔣萬安跟高宏安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再來請教子哲還有家良議員